Lukas 回到玩具TV27季第六集 Lukas 這集算不算小朋友爆玩具呢? 算不算? 這集其實是我們正常爆玩具 不過有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爆玩具 就是他去選擇玩具 這個是大型玩具 不過你都可以玩 這次介紹的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 Lukas 你又看到電單車 沒錯 是不是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 通常人送外賣的 比較小一點 但是呢 這個電單車 我們很想開 我們要問叔叔 這個介刀先 德瓜你那邊有沒有介刀? 有 好 好 好 不如我幫你吧 小心一點小朋友 在鏡頭面前 就安全一點 先 你可以自己 就慢慢開 好了 你可以開了 在Lukas開一會 其實時間關係 我們就將一架 神機妙送 很熟悉的玩具車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刻你看到 這是甚麼來的 像不像那些 Ironman的裝甲 Lukas 像不像 沒錯 其實這架表面上 送外賣的電單車 但實際上 晚上或者平時 駕駛員 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機甲 原來是甚麼呢 打怪獸 你研究一下這架 有甚麼玩法 這是一個膠字位 我幫你解開 小心 好像有膠字位 對 那你就慢慢開開 好 那幫Lukas在玩 那架 未變身的車 我們來介紹一下 變身 這架 紅色呢 大家覺得很熟悉 然後好像某 像不像Ironman的顏色 這個紅色 像我好 不錯 廠方就專門做了這個顏色 令到可以大家 自己幻想力 配了一些1比12 或者6吋高的公仔 來做一個裝甲的效果 上次見過神機妙宋 也知道是這樣的 那個原色的車 應該是白白色的 是 白橙色的 橙色白色 珍珠白我記得 那這架呢 就重新做過 純賣車車的 就是金屬紅 純拉里的 是 很久了 正常的車 就像Lukas玩的那樣 正常的車 就是這樣的 是 他已經發現到 箱可以裝東西的 即是後面就有個外賣箱 沒錯 至於為什麼他變身之後呢 這個除了噴死之外呢 其實這個位置又變成了一把劍 其實呢 這裡有一個劍的 等一下你想一下 如何將它變成了一把劍 其實是在電子車裡變出來的 另外呢 還有一個盾牌 對 盾牌 要加上自己幻想力了 對,沒錯 有把劍的 我們忘記帶人仔來 所以就忘記拿著這個盾牌 好,這個單車除了很多基本單車 它還有一大堆的這些瓶 不知為什麼 是水瓶來的 對 蒸餾水水瓶 很喜歡做這些 對 對 一的十二 蒸餾水水瓶 這個真是正 對 很喜歡做這個 一兩個大 機的水瓶之後 就要一大抽這些 哇 倒出來別掉了 哇 這些真的是水瓶 真的是蒸餾水瓶 一瓶瓶買的蒸餾水瓶 放不放進去 放不放進去 放不放出來 放不放出來 放在車尾箱裡 應該 這個呢 因為大那個就是平時有水機 我們小的一瓶瓶 不要開了,開一個就夠了 開一個就夠了 一樣就夠了 我們有懷孔 對 那你把它遮蓋下去了 你要拍攝鏡頭 我們開箱 要讓觀眾看到你做什麼才行 嗯 那你把這瓶瓶放進去 對 哎呀 快點收拾一下 這是誰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這個瓶瓶 對吧 這是這個瓶瓶 那你放進去 好了 沒錯 這是什麼牌子呢 Franix Hobby 叫做新產品 其實就是把神機秒送 把車重新再版 再出個顏色 另外呢 它有一個背景圖 背景圖就是日本 哦 大家都很喜歡日本 這些夜景呢 都很喜歡用這個 這個題材 還有我覺得它這次呢 它這個做法呢 很聰明啊 是 因為其實呢 很多可能大家會玩其他 牌子的女生 但是就沒有電單車 是 這兩架 還有這兩架 出了兩個顏色呢 是 你可以自由配搭 是 沒錯 其實是的 其實是 我只玩一個車 都舊的 當你加速變成機甲 都可以的 但是我會實際些 會 每一架 都很開心 已經夠漂亮了 沒錯 這架紅色電車 是的 我不嘗試一邊做 因為其實要記得方向 就變回車的 知道嗎 是的 這架 如果單獨一架 那大概是多少錢呢 你又問到我 我又問到我 我估計 我估計 200元左右 應該可以 因為上次好像連同一個女生 好像你說好像400多 對 很便宜的 所以這個也不會太貴 裝了 裝了 好了 我們介紹到這裡 因為我組不到車 這個車 平時是這樣的 平時是這樣的 好了 時間關係就會變成這個機甲 嗯 還有這個機甲 我再給觀眾看看 它前面那裏有個好像夾這樣的位置 剛才是這個 這個 可以夾著那些公仔 對 就會變成一個背包 對 如果沒有夾夾 它就不能夾到背包 夾不到身 對 好像這個 對 就是這裡 沒錯 就可以夾著那條腰 夾著那些1比12公仔的腰 或者6吋高的公仔 對 剩車大約200多 麻倉 咦 又不是貴 200多 你當買單車給1比12公仔 就是 我自己玩單車就很開心 OK的 還有一些配件 就可以用來 玩送水 對 玩送水 送水揮 時間關係 我們還有一些很大壇的東西 很厲害 開箱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跟觀眾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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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